但是呢在就业的时候他们却很难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机会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融入社会试验工作岗位的时候会经历怎样的艰辛 有关部门又会怎样帮助他们呢 今年24岁的朗美林出生在达州市宣汉县农村 父母在镇上做点小生意 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车祸失去了右腿 但不久前只有一条腿的朗美林却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 包括宣汉县检察院的公务员 并被省检察院录用公事了 残疾人当检察官在四川省检察系统还属首例 记者第一次见到朗美林时十分好奇 眼前这个瘦瘦小小的残疾女孩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两年前当朗美林大学毕业到达州市宣汉县平原村 当村主任助理时村民内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 答案很快就有了 残疾似乎一点也不影响朗美林的生活 她拄着双拐穿行在山村小道上 跨沟迈砍 不比我们这些正常人差 靠着不屈的精神 朗美林克服了身体的残疾带来的不便 为平原村办起了村民法律夜校 从外出打工维权 防止上当受骗 赡养老人 邻里和睦等方面给村民们补及法律知识 现在论民基本上法律一时提高了 两年多过去了 朗美林用她的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 从小就残疾的朗美林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 除了她自己自强不心以外 也与达州市和宣汉县残联 及其有关部门的帮助密不可分 就拿这次参加检察院系统的公务员考试来说吧 她报考的时候很担心 像她这样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会受到歧视 残疾人当检察官在四川省检察系统还没有过先例 达州市和宣汉县残联 及时把情况汇报到了达州市委市政府 并与市组织人事检察院等部门进行协调 为朗美林寻求政策支持 达州市和宣汉县也对残疾人参加公务员考试 做了专门的规定 甚至在免事方面还依法给予了提出关照 像南美林这样的人才 我现在已经录用了两个